大家好 抱着一双宝贝儿子 升格当爸爸的黑人陈建州 不时分享生活点滴 已经38岁的他 在复兴节前夕出席健康活动 却也格外感慨 爸爸是因为空难过世 那个时候有保险 那个保险其实我们那时候 因为爷爷奶奶年纪比较大 然后也没工作 那也是靠了那个时候的保险的赔偿金 才有机会办后事 所以我觉得保险的观念 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提醒爸爸们注意身体健康 让黑人回想起 小时候靠保险金过活的日子 养生他节省投资习惯 上通告没助理 弄头发打砸都自己搞定 甚至还买储蓄保单 在30岁时 听范伟奇妈妈介绍 卖下民生社区第一栋房子 定存然后可能在保险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生活费用 我比较单纯还是在稳扎稳打 那我当然有投资 投资跟是娱乐相关 像传奇心娱乐 黑天使制作 好像投资蛮多的 据传范伟奇就爱民生社区 甚至拥有范六栋风号 身价早已破亿 黑人在这六七年间 投资也不少 从美法沙龙 服饰业都有 再加上老婆走红对岸 两夫妻吸睛功力惊人 虽然熊生护城一街台北报道